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有吃的吗 这就是我占卜成功的秘诀 因为我能听懂猫的心声 猫猫 吃饭喽 多吃点 咪咪 你怎么把班抱来了 他来了以后 赶走了好多猫呢 原来他叫班 还赶走了你们的人 才不小心掉到箱子里的 那就不是被主人遗弃的喽 不遗弃 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啊 嗯 有只家猫刚才溜出来干嘛玩 嗯 说老班身上的香味 是一家宠物店专用的斯巴洗浴液 本城只有一家专用 哦 刚好这家都猫丢了 嗯 这么大派头 哪家啊 沈州 城中独霸 嗯 不去 有钱 沈州 二十四岁 本市明星企业 沈氏集团的现任总裁 头脑才华一样不缺 相传沈家为了聚才 曾犯下大恶 报应三代子孙 沈州正是第三代 凡是与之亲近者 霉运缠身 原来你是沈家的猫 难怪谁招惹谁倒霉 不过你那主人 真的像传闻中说的那么不详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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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有钱 连灯都舍不得开 感觉我路费都赚不回来了 乌小姐 沈总等你很久了 请 又是你呀 还真是不巧 上我倒霉 猫 还你 再见 你把猫送回来 赏金也不想要吗 不要 手机到账一万元 还有一半赏金 乌小姐确定也不想要吗 乌小姐 我再跟你做个交易 比送猫回来还要高大报仇 什么交易 买你七天时间 这七天之内 你只属于我 我是猫的看护 咔嚓咔嚓 虽然我也不介意厄运缠身 但这个霸总倒是一点都不高冷 还主动招呼我洗澡 主要是给钱大方 也算是霸总你的一股清流了 个 十百千万 都是外面的人过度解读 我并不忌讳这个 进来怎么不敲门啊你 我来带走班 班 小心 你 你 赵我便宜你 小姐 明明是你拉我过来的 你不会躲开了你 你瞎吗 我眼神确实不好 车祸时我的视觉神经 遭到破灰 只保留了微弱的视力 一年多来 我去医院治疗多次 但都改善不大 就算佩戴眼镜也于事无故 我之所以戴着 也是因为这样会安心一点 所以小姐 你大可以放心 因为我对你别无他途 对不起啊 不过 为什么是我 难道这镯子上的花纹 就是你留下我的原因啊 这个手镯 是沈家祖辈流传下来的 有两道花纹 一道明面 一道暗纹 蓝芸花便是此暗纹 据说除了沈家之外的人 只要认出此花纹 便是佩戴者命中的贵人 可以帮她转运 而你是第一个认出来的 所以我是你的贵人吗 毕竟我也挺怪的 毕竟我也挺怪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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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掉床了 怎么是你 我已经做好早饭了 要不要一起吃啊 你只要做好班就行了 我的口味 你不熟悉 那班已经吃过了 我可不可以申请 自由活动啊 猫咖的事情你不用操心 这七天自然有人帮你 我已经安排好了 那我能不能提第二个要求啊 什么 就是我能不能去你书柜里 拿几本书 什么书 关于沈家的过往 我发誓 绝对不说出去看她的任何内容 看不出来嘛 还挺爱看书 税是百年 啊 摩托 摩托什么 居然他也会笑啊 还笑得挺好看的 但这么温馨的画面 怎么他把他们那么严肃啊 这镯子 一开始居然是他爸带的 奇怪 他明明在笑 但怎么笑得 怪怪的 他跟他说 你吃饭好 怎么说 这东西也不够好 你还是要喝汤 人家的you know 这就是这种 看了有些人 把这药舌头都没有 你各的 你可这些呢 你可这些呢 都没有 我突然想起来 班该吃饭了 我去准备一下 班吃过了 我的笑容有问题吗 怎么会呢 我们小沈总笑起来 那是气语不凡 如沐春风啊 你借口非要来书房 到底是为了查沈家历史 还是在查我 不是 我只是比较好奇 你以偷猫为由 让我相信贵人之说 接受七天交易 到底是为什么 你在扶贫吗 快离开这里 你干吗 你干什么 莫名其妙 到底怎么回事 班肯定知道 你去死 你自己出现 我去死 你去死 你去死 我去死 你去死 我去死 你去死 你得死 你去死 沈忠 沈忠 乌冶 你没事吧 你醒了 宽荡 你怎么在这儿 你晕倒了 小助理又不在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我既然答应了你七天约定 就会对你尽职尽责的 给你五分钟 把他们带走 拜拜 这个先往你这儿 还有一分钟 我要是被猫咬了算不算工赏啊 不算 他看来挺喜欢你这儿的 要不今晚他跟你睡 还记得合约吗 猫在人在 这是你的工作 那你就是说我也交了你喽 呸呸呸 你是说今晚我也要睡你这儿 不然你能把这些猫 都带回你的房间去吗 都带回你的房间去吗 想走吗 你是不是怕我呀 谁怕谁啊 你不要我才是 你这床眼太小太不舒服了 我就透霍睡一晚吧 快点快点快点 赶我走赶我走赶我走 爸总结屁来一波 directed Will to the 承证 乃 吃饭 睡不着 地板这么样 你来睡试试 那就上来 没有人会占你便宜 我就继续在这儿躺着吧 你睡床上 我睡地板 这 不太好吧 这辈子第一次享受这么高级的待遇 收拾 那个 说 就我有一点很好奇 那个女要说 背包客要遇到给她买票的人 她才能出去 那她后来遇到这个人了吗 按照悲剧结局 她遇不到 还必须得绑上红线 为什么非得是红线呢 那只是我的一个梦 不 红线是有寓意的 你就像在古代 红线就意味着姻缘 她既然想要出去 就得再遇到一个女孩绑上她的红线 偷走她的运气 换句话说就是 把好运都留给自己 把倒霉事留给她 这样看来 这个背包客也不是什么好男人设吗 她不会的 你怎么知道 我的梦我说的算了 滚蛋 睡觉 我怕黑 满上 满上 你还没喝了就让我给你满上 你才喝几杯呀就醉了 醉 我能一直喝你知道吗 你知道什么叫一直喝吗 我能把你喝趴下 怎么就跑了 我在这儿呢 你看我给你准备的宝座 请吧 巴总 那有人吗 那是猫啊 还说没醉 猫我 我就喜欢猫我 走 请坐 我叫你接收母星信号 跟我选 讲 你跟母星都说什么了 我的母星跟我说 让我大人有大量 再原谅你一次 那你 你的母星 都在哪儿啊 这里啊 我心里要 哦 对了 以后你那个二叔再敢欺负你 告诉我 我给你收拾它 怎么收拾它 去 教唆你的猫围攻它吗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你怎么那么聪明嘛 对了 你谈过几次恋爱呀 这么多 那你最刻骨铭心的 是哪一段啊 说话 来 我想看清你现在的样子 一定很可爱啊 没用的男人 离我远一点 你 不会吧 嗯 啊 我 我昨晚到底干了什么 干杯 啊 脸红了嘛 你怎么这么可爱啊 来 爷爷 爷爷 来了来了来了 爷爷 你干吗呢还半天没动静 这怎么害我这种啊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我看见里面好像有个人啊 哪有人啊 谁啊 你看错了 你还没睡醒呢吧 我们该开店了 我们去开店 走走走走 快走啦 这里面肯定要是有个人 走走走走 我 看你这架势 真是恨不得要把醒酒汤 当孟婆汤喝了吧 要是真有孟婆汤 我愿意用我全部家底来换 听着挺廉价的 反正我也记不清 还不如忘了一干二净 那你到底有没有 宝宝 醒酒汤好了 来 你俩喝的这是回魂汤吧 小舟你你脖子上 他有名字的 我有名字的 他就 他就 凶凶了 就跟我回去吧 我 我哪儿也不去 我还得开店呢 这是你昨晚非要签的协议 你要真忘了 要不要我帮你回忆一下 你把合同给我拿过来 我要签字盖着 好了 是 离我远一点 这是酒后协议 不能算数的对吧 这个 得问一下我的律师 是 还是回来了 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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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难过 主人 沈舟 他难过什么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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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什么 喜欢我吗 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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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嗯 小胖斑 嘿嘿 有事 不 没有啊 我就是看今天天气挺好的 想自拍一下 我刚才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他喜不喜欢我呢 搞得老娘好像多稀罕似的 一 太羞醒 会默默注视你的一举一动 却不敢和你搭话 闭着 我已经看见了 就像黑鲁 Moż 闭着 我已经没人了 我给你估计了 行 都在这边 你也不得了 是 看一下 你看 等我 你觉得很不得了 你就好 嗯 来 二 捉弄性 会故意制造麻烦 引起喜欢的女生注意 怎么搞的 满地都是猫猫 大哥 你故意的吧 我不管 搞不定就扣钱 而且 他们会情不自禁 想要接近喜欢的女生 啊 嗯 啊 啊 沈舟 沈舟 你干嘛 我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 我 你在想什么啊 乌严 他到底喜不喜欢我呢 算了 他要没表白 那就不算 你 你 偷离我说话啊你 你话说的那么大声 我很难听不到 你 偷离我 披手 小心别感冒了 到时候传人物 你就不能说点人话啊你 身材 还行吧 到时候准备不戴眼球了 你就当我的眼睛 这样你随时都可以光明正大地看我 要没有 扔手 披手 看什么看 生命在于运动 我没有再高兴 沈总 乌小姐到了 请坐 请 沈副总好 沈副总好像已经有很多年 没有人这样称呼我了 小九一清 吴小姐 不介意吧 对不起 工作时间内我不喝酒的 现在不算是私人毁灭吗 只要是跟沈总有关的事都是公事 我既然受雇于人 这点职业操守还是要遵守的 就喜欢通透的人 那我就直说了 今天约吴小姐来是想请你 劝沈舟去国外手术 具体的资料 你已经看过了吧 事例报告我看过了 上面说她之所以看不清 是因为当年脑部受创 在这里就下方是她吗 有些人坚弄了 不过此 她也是一人坚弄了 谷判员队 怎么会有这样的我们 ocur稣看过了 她觉得她每天的东西 她就知道 她也不信我们 怎么会让她说 她要把人坚弄了 回来 说得她的 我成了她唯一的锦人 可您也没有善待她不是吗 即使连我这样的小角色 都能被您当作利用她的棋子 这种情况下 您为什么觉得我会帮您 不管我跟她在经营理念上 有多大的冲突 血缘 是我俩都扯不开的牵挂 一个不管闲事的沈州 对我的威胁 远不如外面那些狼子野心的人大 某种程度我是需要她的 哪怕把她当成一个傀儡吗 即便是傀儡也是活着才有用 我不想在你面前装什么伪衫 但最希望她健康活着的人是我 她已经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 我已经约了专科的教授 亲自开刀 可她还是拒绝了 沈总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 只要是她不愿意做的事 谁都劝不动她的 你能啊 当一个人有了牵挂 就会产生欲望 沈州的欲望里一定有你 比如说 见到你 你如果见过市民前沈州的意气风发 就一定会明白她现在的颓废不堪 胡小姐 你愿望里没有她吗 喂 怎么了 沈州晕倒了 沈州晕倒了 沈夫总 这边 好 还是我去吧 她现在可能不想看到您 您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啊 沈州 怎么晕倒了 哪里不舒服 没事 我只是有点累了 小株里太小迪他做了而已 什么叫没事啊 你要听医生的话 认真配合治疗 知道吗 我不喜欢医药 医生怎么说 检查说 小沈总病情加重了 沈舟 我们去国外治疗眼睛吧 你去见我二叔了 是 他跟你说了什么 你是不是也要站在他那边对付我 怎么可能 他说你脑部有浴血 要尽快做手术 他还说 你是他唯一的亲人了 所以你信了 我确实有点动摇 只要是为了你好 做什么我都愿意的 偷偷去见我二叔 还说是为了我好 对不起 我以后可以不再见他 沈舟 你不是说 你想看到我吗 看样子 小沈总要被乌颜说动了 你这族 霍颜这枚棋子 倒是超出我的逾气了 沈舟 你怎么啦 云还是哪儿不舒服啊 我不管 我们哪怕 不靠二叔的资源人脉 我们也要自己求医 你要是有什么事 我还怎么办吗 好 我答应你 小朱离 到 那个人叫沈淼 是你未来的男朋友 那现在的陈果果 他在哪儿 果果 有没有 特别人 你嫁给我了 你要是反悔的话 就亲自摘下来告诉我 多久我都愿意等你 那后来我怎么样了 你半年前 患上了特殊的试睡症 间歇性的沉睡不醒 最初一天 后来几天 再后来 沉睡的时间越来越久 那沈苗 就一直这么等着 二十岁的沈哥哥 为了找出自己为何 会出现在四年后的原因 决定留在沈苗家里 想看看她 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是 那我猜 在这个过程里 她渐渐被这个男人吸引 进而忘了这个男人 从来不曾认识此时的她 可她已经不在乎了 甚至将自己 带入跟沈苗相恋的沉哥哥 知道 我每年都会给她买最喜欢的限定蛋糕 现在她不在 现在她不在 我们就吃了吧 说不定 等我们吃完了 她就回来了 我猜太阳了 是不是 我猜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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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苗 你们真的想说 这个字条是你留给我的 你是 你好 我叫沈鸟 如果我没约你 你就不会认识我 也不会生后来那场大兵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没有认识我该多好 所以最初进入平行时空的人 是沈鸟 也是他拿走了二十岁 自己留给陈永国的书签 想打破二十岁的人生轨迹 速成为达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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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莫比乌丝还 完美的空间折叠 所以 四年后的沈淼 想要回到四年前 想改变两个人的人生轨迹 按照原来的生活轨道 陈国果在收到输卿的第二天 就去赴约了 而沈淼 为了改变他们的结缘 便藏起了自己的书签 他们结缘的结果就是 陈国果未来 像植物人一样躺在病房里 可他就那么确定 陈国果会斩断两个人的缘分吗 他相信可以 那陈国果是怎么选的 陈国果当然要回去 不过同时 他也面临着一个选择 他也没有 你是说 只要我碰到现在的自己 我就能回去是吗 是 那他呢 沈渺的用意很明确 希望你斩断彼此的缘分 不要再遇见他了 如果我想避开厄运 就会失去他 可如果我想再遇见他 就会重蹈覆辙 是这样吗 可这世上如果真的有缘分 一说又岂是说断就断的呢 我真的很羡慕未来的自己 曾经遇到过他 我才会想了 疯狂的 疯狂的 好 徒弟 果果 竹米藏了这么久 我们还是遇到了 只可惜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对不起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听你道歉的 沈妙 你真的不后悔 我知道你一直都在 有些时候虽然看不见 但还是感受得到 有些时候 感觉是不会出错的 我知道你来了 我才会故意装作不知道 我要带你来到冰床看看她 只有这样 你才能下定决心 不再与我结缘 可我们还是相遇了呀 甚至 我还有点喜欢你 那就请忘了我吧 我喜欢的向来都不是现在的你 跟你说个秘密 其实我很讨厌之前时的 后来之所以会喜欢 可能是你改变了她 你真的不想再见到我了吗 我找到答案了 我想见你 可是对不起 我们不能再见 我们不能再见 那 陈果果究竟有没有 斩断二人的缘分啊 他不是也喜欢上了 后来的沈淼吗 还有 他们俩手上 怎么会也有红线啊 你干嘛 送你回去睡觉 难不成 我们两个要在这里 凑合一晚上 你耍了啊你 为什么老以这样的方式 打断我的问题 哪种方式 放我下来 反正 你还欠我一个答案 红线的本质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结缘 他们在不同时空相遇 可以理解为是空间折叠 也可以说 是红线牵引 只要他们互相生了 放弃的念头 那么天大的缘分 也会焰消云散 不过我想陈果果 应该还会再愿意 见到沈淼吧 如果你是沈淼 也希望不要在一起吗 那样对他们都好 再也不见也愿意 我说了那么久的故事 我说了那么久的故事 你还是不懂我的用意吗 你担心 我和你在一起会受苦 可我不在乎呀 你知道我现在最怕什么吗 什么 你 陈果果的结局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但是现在 我想说关于我们的事 什么 既然是命令之人 又何惧去追红线 我知道 红线一直在你身上 虽然我看不见 所以一直觉得是假的 前两天 你的身体出现很大问题 我就在想 是不是红线在作祟 你没必要背负这些 可你现在过得很好 我不忍心 你是担心 红线一旦解除 我们的缘分也会消失吗 还是说 担心坏运期又会找上我 都有 没有必要去做谁的神 我们只要做普普通通的人就好了 在遇见你之前 无衬心的事只多不少 你看现在 我不还是好端端地站在你面前吗 伍言 你辛苦了 以后无论多么麻烦的事 我们一起生担 可是 我不知道红线 要怎么解除 红线代表结缘 但我们的缘 又是从何书开始的呢 你是说 七日之约 前缘之人代表丁下契约 当初你没有带走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大大方方地私会打吧 不讶 把河端给我拿过来 我要亲自盖着 脸红了嘛 怎么这么可爱呀 我看见红线了 希望红线解除后 一切如初 把手给我 好 花女儿 我也来 完美 好了吗 还不够 还要再来一点 一 二 三 完美 不会被你画的花里胡烧的吧 怎么会啊 怎么样 怎么了 画得不好吗 我们再重画一张 其实我刚刚偷偷跟你签了个契约 但红线没有回复 我说过 没关系的 可你的诅咒会越来越严重的 不过就是回到从前而已嘛 这次不一样 你知道吗 我其实特别羡慕 也特别佩服我父亲 他可以不担心诅咒 毫无顾虑地过完自己的人生 可以毫无遗憾地活着 我也想要这样的人生 红线断了就是断了 是再也没有办法恢复的 我只想要你在我身边 好好陪着我 就足够了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沈 沈舟 你弄我脸上啊你 不行 我也得抹回来 不要 不要 自己擦 我看不见 你帮我擦 沈总 擦脸用的是手 不是眼镜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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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擦 好了 好了 那我也帮你擦 你讨厌你 干吗 你 我饿了 你怎么生病之后 越来越像小孩子了 难道还有什么 反老还童的副作用吗 小可爱 今天怎么只有你自己啊 万物皆有定数 是 你在跟我说话吗 你别吓我啊 从那天起 我的身体 像是成为了这个世界的某种媒介 可以接收到不懂的讯息 比如 羽毛通灵 还能看见另一种人 让我感觉 哎呀 嗯嗯 嗯 嘻嘻 你的掌心出现人名 代表这个人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不止 意味着命不久矣 具体时间没有规律 我记得时间最短的一次 是我这个朋友 一个月后 他就不在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谢谢啊 不好意思 我恨这种能力 总觉得他夺走了我的好朋友 还有其他仙虎的生命 自那以后 我就长期佩戴隐形眼镜 也许是沾染了人气 右眼再也没有发错过 我以为噩梦就此结束 直到 所以 您幽眼的故事是想告诉我 我即将命不久矣吗 我不傻 很早以前 就察觉到你的反常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沈娇的百年诅咒 从我太爷爷起 已经持续了太久 也该是时候结束的 所幸 你没有抗争过 所以即使失败了 也没有遗憾 相反 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 我不准你这么想 曾经那个木控一切的沈舟 去哪儿了 你难道不想永远陪着我吗 只要你愿意 什么诅咒我都可以破解的 我知道 可我不想让你冒险 只要我把自己的异能献祭出去 你就可以平安 但有一个条件 需要你答应 什么 一旦诅咒破除 你的眼睛永远不能覆灭 我决定了 我要献祭异能 你告诉我具体的解咒办法 沈舟能甘心一辈子都看不见 他双眼失明不就是因为诅咒吗 只要诅咒没了 他应该会好起来的 幼稚 一次献祭只能解决一个不幸 如果是诅咒 因诅咒引发的其他影响不可逆转 否则诅一旦解除 之前枉死的人岂非都能复活 你选择诅 那他这辈子再无光明 我拒绝 沈舟 我知道这很难接受 但没什么比活着更重要不是吗 难道要一直活在黑暗里吗 我宁愿死 我也不想 活在这无限的痛苦之中 我可以揍你的眼睛 你想去哪里我都可以带你去 只要你不嫌弃我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沈舟 我希望你好好活着 其实你去见我二叔的时候 我都迟到了 我二叔有些话说得不错 人 只要是有牵挂 就会催生欲望 你的欲望是想让我好好活着 我的欲望 你知道是什么吗 曾经你意气风发 众星捧月 我遗憾没能与你相识 如今 你我相识于落难之时 多少一点庆幸吧 否则 你眼里不会有我 也根本不想看到我 以前的沈舟 根本不会将自己的命运 放在别人手里 而现在 只有你一直在我身边 默默守护着我 你知道 我最想看见你的样子 我想将你的模样 深深深地记在心里 深深地记在心里 深深深地记账 沐妍 我想 看见你的右眼 可以吗 看见我有那么重要吗 即使你看不见我 我也会陪着你啊 有些事就不是那么讲道理的呀 比如遇见你 想见你 都是 真傻 值得吗 值 如果你的诅咒马上就发作了 值得吗 值 如果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值得吗 能看见你 那一眼便是万年 值 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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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全我吧 这枚姻缘 见证了我们的相遇与重逢 只要我们对彼此的心意不变 信仰便是不可磨灭的 献计才能成功 你愿意交换吗 我愿意 沈舟 如果恢复光明 你最想去哪里 有个地方 我只想带一个人去 哪里 连分开始的地方 沐妍 沈舟 沈舟 你能看见了 从今以后 不管你在哪儿 我都能找到你 寸步不错 我听妈胡说 如果献祭之日能看到阳光 就会受到神的祝福 那你想要什么祝福 我想要变成一根针 扎到你心里 永不分离 让你永远都忘不掉我 还真霸道 那你喜欢吗 不喜欢 可是 我爱你 沈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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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祖舟又开始了 不会的 不会的 别过来 沈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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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离开我 你昨晚怎么了 怎么突然就晕倒了 而且睡到现在 是不是做梦了 我梦到你祖宗发作 然后不要我了 傻瓜 我这不是好好的在你面前的吗 那 你现在能看见吗 还能听到众声吗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现在好好的 一切全都过去了 而且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就算是犒劳你了 我不要礼物 我只要你 听话啊 嗯 嗯 嗯 还好是梦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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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我前面袋在军歌上 不过我 不能再军歌 你继续 你继续在军歌上 你继续在军歌上 我又留着军歌 你继续在军歌上 我们的敛歌 真的好 这是什么意思啊 多亏了你的信仰之说提醒了我 神之所以被诗人供养 所以才有了信仰 而没有信仰 便不再有神 诅咒 如果可以消除它所存在的痕迹 那么诅咒也将不复存在 可是这跟红线和八音和 有什么关系啊 还记得我跟你讲那个 关于诅咒的三个故事吗 第一个是失约之中 代表着不能信约而来的人 而八音和则是见证 红线便是转移诅咒产生的 意外相逢 如果没有诅咒 你我的确不会相识 那第三个故事呢 第三个故事 代表不离不弃的爱 就像我跟你 你 你 是要和我求婚吗 请 你愿意我为你戴上吗 你会一直爱我吗 会 会一直不离开这里吗 嗯 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你愿意为我去死吗 怎么来 你去哪儿 你把我的赤字都问你 你得才可以 就算我 我这人明明不愿意 我就算是你 你从来都没有出现在这里一样 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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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舟 你不会这么做的 七天时间能有多了解我 我二叔把你秘密安排到我这里 我一直在假装不知道 只是为了让你主动靠近我 最终爱上我 你对我的爱 才是解除诅咒的唯一方式 只是我没想到 七天而已 你竟然会这么爱我 不过这样的我 值得吗 所以 自始至终 你都在骗我 哪怕片刻的真心都没有过吗 没有 你 你别过来 沈舟 你真可怜 从今天以后 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再也不会出现了 如果你想这么活着 我 我成全你 推荐 公司 微漫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回事 教授 刚刚明明有波动的 新药已经使用第七天了 也就是第一个疗程的最后一天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不会的 刚才监测的身体数据 之所以急速下降 正是因为药物的抑制作用 从而伤害到身体 刺激大脑 恢复正常身体机能 从而做到唤醒的作用 可她的失水症情况比较复杂 还有心理疾病的因素 就算这次能够醒过来 如果不能找到真正的动因 还是会复发 可是 她毕竟不是植物人 一定会醒过来的 这次的治疗方案 就是专门针对于她的 沈舟 你如果想继续第二个疗程 就必须要告诉我 为什么这三个疗程里 一定要用三个故事 来作为刺激意识的辅助治疗 也许是小说家 这些故事都是她写的 我只是把我们之间的 恋爱经历编了进去 这样 即使在梦里有什么意外 她也能靠着 对我的牵挂撑下去 我叫乌颜 你呢 沈舟 给 尝尝 好 这 我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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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在你潜意识里那样刺激你 你姐回来的班也吃胖了 她很想你 小班说 我们的女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啊 燕燕 对不起 为了配合药物治疗 我只能在你潜意识里那样刺激你 这样 都是为了唤醒你 燕燕 我好想你 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沈昭 秀叔 没事 今天的故事就要结尾了 还有段对白我没有念 那是她最喜欢的话 我希望 可以成为我们新的开始 拥有一同的占卜者 不仅会打败这世界最坏的元气 还能在欲望的掌测里抓住一束光 那束光会指引我走出欲望的迷雾 找到需要被拯救的灵魂 那个灵魂 是你 对不起 有关 可有关 咱俩 你看 是吗 是吗 这是人的 我问你 你解释多少遍了 那个只是治疗实验 不是真的 你这次发病 睡了十多天 我们只好换了新的治疗方案 包括那些固捨的素材 也都是出自于你的小说里 那爸总虐我是这么回事 我承认 我是在人设上 做了一小小点的改变 你们女孩 不是都喜欢渣男火葬场吗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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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们回家了 我归键盘好不好 你病刚好 要好好休养 不要生气 你瘦了 你瘦了 我说想出来走走 你背着我怎么走啊 你呀 怎么像个小孩子一样 这汗水太凉了 你身体刚好 我怕你生病了 走 这才是真正的踏浪嘛 我也想下来玩 你把这些人渴向了 那我怕你 我怕你 你爸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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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上去休息会儿吧 好 好 好 等一下 这个戒指 不是应该在我手上吗 怎么 你怎么知道 你有意识对不对 其实 我是偷偷给你戴上的 后来又觉得 不太正式 又怕你睡觉时手肿 所以我就摘下来了 想着等你醒了以后 我再亲自给你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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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你节奏时用过的戒指吗 我可不敢戴 是是 那如果戴上 就这辈子都不能摘下来 你敢吗 一辈子都不摘 不认为伤人 不认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